坐落于花莲市区沟载尾当中的阿斯玛丽景大饭店 在过去是许多老一辈花莲人约会看片的圣地天祥戏院 在不少人心中都留下了许多深刻回忆 而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到过去的点滴故事 阿斯玛在即日起到明年2月 在饭店一楼展出沟载尾的故事展 透过妇科模型屋油画等作品 要带领民众回忆花莲的老时光 阿斯玛历境大饭店的前身天祥戏院 以复刻模型屋的形式在线风华 这是阿斯玛从即日起在饭店一楼展出的沟载尾故事展 特别邀请到热爱台湾老建筑的艺术家林济盛 以及去年回来美展西画家座得主王思亭 透过复刻模型屋油画等作品 带领民众回忆花莲老时光 一般人只看到老照片的天祥戏院 但是这一次我所用的就是用立体的方式来呈现 它最难的点是在于它的资料很少 所以要去呈现它是最困难的地方 所以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戏院 就是能够唤起大家的回忆 这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是希望就由这一次的展览 能够带给大家去回顾花莲洗日的旧时光 花莲好山好水啊 那我想说除了山跟海 他们玩完之后我想要带他们去吃好吃的东西 所以就把花莲的美食都拼奏成一条街 然后有什么公正包子啊 或者是海浦啊 这些很有名的老店 然后希望能这些美食 能为就是外地客来到花莲 做一个画龙点镜的效果 阿斯玛的前身其实是天祥戏院 那阿斯玛也继承了天祥戏院带给人欢乐 我在这边经营的时候 有非常多当地的居民 还有在这边热爱土地的一些人 然后告诉我说天祥戏院跟搞阿波有非常多的故事 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个起心动念 希望说可以透过不同的艺术家 然后做一些结合 这次我们主要有翻三个主题 那所谓的一个是搞阿波的故事 然后还有我们身后的这一幅印象中的花莲的一个灰篮小吃集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天祥戏院的一个复刻的一个模型的展出 那可以让来阿斯玛住的旅客可以在住宿之余 也可以了解这个地方的一个历史文化风景 天祥戏院过去是花莲市区规模最大的戏院 也是许多老一辈花莲人约会看片的圣地 在不少人心中都留下许多深刻回忆 阿斯玛这是透过不同形式以多元观点 带领民众窥探过去的点滴故事 也让人看见不一样的勾仔尾 而这项展棋从即日起一直到明年2月15日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阿斯玛丽景大饭店参观欣赏 记者徐立芹花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